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在棉兰从零开始牧养到两千个人的 我们先拍掌柜人我要给神 这是印尼第三个最大的商业城市 大概有两百四十万的人口 很多不同的文化在里面 非常浓厚的华人的文化 在2014年1月开始拓旨 萨伦玫瑰教会在年来 这个是某一个姐妹的一个房子 这是第一个小组 他们的年轻小组 在2004年2月 第一个崇拜是在2月29号 这是第二次的祖崇 在3月7日 他们称为使徒性的小组教会 在这个时候 然后莫尔沐斯有时候还要弹乐器 然后之后再讲到 这是他们第一个办公室 还有第一个祖崇的产品 他们从停车场到客厅厨房到他们的主卧房都把它 打破成一个大的一个场地 这是第一年的周年 他们大概有四百个人 第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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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新的聚会场地 已经用了第三年 他们礼拜六的青年社青崇拜 第三周年 他们大概牧羊一千一百个人 他们的祖崇的场地 开始是第四年 这是他们所说的最豪华的百货 在棉栏最豪华的一个百货公司 叫Sun Plaza 他们在最顶楼 四分之三都是从玻璃窗 以至于他们可以从高位看到整个棉栏的城市 非常现代的设计 他们的年轻崇拜 他们用一个talk show的方式来聚会 这是他们的步道会 讲到十字架 他们的小组 有 然后义工大概有四百二十六个人 这个是他们的聚会人数的增长 我会有证明的 我会有证明的 我们给神最大的开掌 我们一起来翻开 3章十节 这整个聚会的主题就是 神是最好的建筑师 1 Korintus 3 3章十节 神的话语这样说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在这里保罗称他自己是一个公投 当我认识 当我思想这个公投的名字 不只是一个使徒可以用这个名称 因为在十节那里保罗这样说 tetapi tiap tiap orang tiap tiap orang harus memperhatikan bagaimana ia harus membangun diatasnya 只是个人 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保罗称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公投 不只是因为他在那时候做帐篷的工作 tetapi dia sebagai seorang ahli ketika membangun gereja atau jemaat 他是这样说 因为他是在建造神的教会里面 他是一个聪明的公投 而保罗说 每一个建造 在上面的人 也要谨慎的看见他要怎么样建造 他说我这个公投 你们是要传承我的工作的公投 也要看我要怎么样的建造在上面 神要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有专业 是对于他所承受我们的工作是专业的 特别是在建造教会 所以神要我们在承受教会是一个专业的人 不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教会 但是可以建造这个教会 berbeda dengan perintisan dan membangun adalah 拖子跟建造教会的不一样是 拖子是用我们的自然 我们本身的力量来开始一个教会 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 那时候有十个人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从十个人怎么样增长到一百个人是不一样的 从一百个人要怎么增长到一千个人又不一样 从一千个人到五千个人又不一样 从五千个人到一万个人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到一百个人都不一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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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